一夜一个罪恨 来到一家旅店的门口 我跟那个服务员 把她的服务员 服务员 去 把那二五房间给我开 好的 先生对不起 二五房间有人又住了 二五房间有人住了 有人住 我住了 天儿您是不是走错旅店了 别说我还没有用的啊 我以为你见我 我就为你调查你 你这是诈骗你就是我就是 我我认识你们家旅店门口的标志 我怎么能走错呢 什么标志啊 姐妹欢迎光临吧 哈哈 我认识你就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